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如此 大家开始投票吧 苏氏一票 苏氏两票 苏氏三票 苏氏三票 苏氏四票 苏氏五票 苏氏六票 苏氏七票 苏氏五票 苏氏五票 苏氏三票 苏氏十张 苏氏五票 谢氏一票 会长请留步 能否请您讲讲 投给谢氏的理由啊 苏氏的百花争宴固然巧夺天宫 但谢氏的绣品简单 却有新趣 下官还想看看 他们在下一轮会有什么新花样 这第一轮比试 苏氏八比一暂时领先 第二轮比试为顾色 三日后见分晓 诸位都退下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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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呀 不行 没事 没事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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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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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爱了 谢谢啊 好好好 来啦 来啦 来 走吧 来 谢吧 哦 谢吧 小心点啊 慢点啊 王叔 干嘛呢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不敢劳烦您 您还是陪包子玩去吧 这什么布料啊 怪我看的 这是云锦 刚从江南进的货 可贵呢 云锦 王叔这不对啊 这上面没有吃间线 怎么会是云锦呢 果然没有吃金线 肯定是上大碗 不行 我得把这批货全露退回 伙计 没想到啊 大名鼎鼎的县市筹布庄 全都是外行 你 赤金线虽然金贵 但是质地柔软 难成利弱 这一年来 江南织造 为了让云锦的品质更高 已经将赤金线 改为圆锦线了 这批云锦仍是上门过 此刻你们退回去的话 岂不是闹大笑话了 此话当真 你胡说 这位公子说得对 大少爷 这批云锦的确已经改成了 圆金线 霓儿 他说得没错 你去看看 爹带回来的江南织造新编 上面有关于 圆金线的记载 王掌柜 这车云锦先入库 跟我来 好 大少爷 还是你们家大少爷懂 你还挺懂布料 我还以为 你不过就是个 横行霸道的公子哥 谁横行霸道了 你不过来 那日 我又不是故意的 要不然 我现在给你赔个不是 不需要 本姑娘不接受 你为什么不接受啊 你还要我怎么样 小小女子 别得理不扰人啊 女子怎么了 我那日 不照样赢了你吗 那你要是不服的话 咱俩再出个题 比试比试 我也不需要 我们家已经赢了 我没有必要付 你们家 你谁家啊 来来来你看 苏世仇布庄 我叫苏文宇 这就是我家的 你就是那奸华舞弊的苏家人哪 谁奸华舞弊了 你家啊 你才奸华舞弊呢 你家奸华舞弊你还不敢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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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 你家 哥 别说啊 明明就是他作弊了还不敢承认 你们家怎可能在两日之内 完成如此精美的秀品 分泌就是作弊 你往后说清楚 谁跟说清楚啊 谁先奸华舞弊了 你家 公子 您别为难我了 一定是你们找错的 谢谢您了 谢谢您了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不行 我要回去问清楚 少爷 你这么做 让同行怎么想 让文宇又怎么想 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么复杂的秀品 怎么可能是两日之内完成的 大家面子上不说 背地里说不定 怎么笑话我们苏家的 你让文宇怎么看待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你对得起我们苏家 这块仇补装招牌吗 大哥 我也是为了苏家 你若是不领情的话 就等中选结束后 苏家的事 我便不再掺和了 你不掺和 难道你掺和得还少吗 公明 难道你还想继续迎死我陛下去 为我苏家博得一个千古骂名 才甘心吗 别以为 我不知道 你背地里干的那些勾当 高萱是你收买的 软端是你提前就拿到手的 命题也是早就知道 要修工精心准备的 把握手下拿来的证据 简直就是令我苏家蒙羞 高大人是袁统领 而大哥跟袁道成不也是长年交往吗 我与袁道成私交甚好 但我从未让他替我做过媚者良心的事情 公明 自从我身体欠家 让你接受苏家的生意以来 岳家的胡作非为了 事情已然如此 大哥责怪 兄弟也没办法 你 第一轮比试 虽然咱们家领先 但谢家的气势已经完成压倒了苏家 要想高准无忧 还早着呢 大哥身体欠家 还是早点休息吧 兄弟走上这条路 兄弟走上这条路 这一步是不能回头了 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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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货呢 哦 小姐 您有什么事啊 这个我会 你来你来 给你吃 我来 小姐 可是老爷不让您 打鸟进去 哦 好 粗不 又来干吗呀 我是来想跟你说句话的 你我无话可说 你还我 对不起 什么意思啊 你之前是我们苏家见花舞弊 所以才赢得了第一论女士 你说得没错 是我们苏家作弊了 我们丢掉了商人的信誉 早就已经输了 我听到我父亲和我二叔的对话 才知道我们苏家 确实胜之不如 那你还等什么呀 跟我等 去哪儿啊 跟我去公事局把话说清楚 我可不去 你是不敢吗 我 我不是 我 我好歹也是苏家人啊 我也不能反过来 举报自家的道理啊 那你就是说一套 做一套 我不是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真的对不起 尼尔 你害是谁 尼尔呢 你别生气了 尼尔 你害是 我告诉你 我们参加锦绣大会 凭的是真本事混心无愧 而你们苏家 却使出这样的手段 我知道 是我们苏家对不起谢家 不过 不过 你等将来我去谢家提签 我们苏谢两家联姻 在京城一定能成为最大的商户 谁要带给你 谁要带给你 谁要给你成签 我打死你 我告诉你 第二轮 我一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那行 第二轮 我们就凭真没事 本次锦绣大会第二轮已是故色 台前三只木桶 分别盛满了雨水 醋 以及白酒 现在就请苏氏谢氏 将自家布料依次进入桶中 一炷香的时间 在车上 难道不停 bli举 提车 稍微近 我准备是 你不停 你在这里 我几乎你 我依蝕蝕蝕蝕蝕蝕蚕蚕蚕蚕蚕蚕蚕 你不要再来 是什么事 袁大人 既然南风高下 在下倒有个提议 请 把我们两家的布料 放到烈日下曝晒 我们卸下的布料 即使在烈日下曝晒三日 也会色泽如新 好 这个方法好 烈日下曝晒 方能见分晓 大人 万万不可 如果加试一局 苏家还讨不到便宜 这么多眼睛看着呢 毕竟要负重 无妨先加试一轮 好 现在就将两家的布料 置于烈日下曝晒 三注向后 再做平叛 然后再做平叛 大家 也有超 像 咱们计 咱们主箱时间已到 接步 这谢家的布料 一点都不没对色 是啊 方舍地久都不一对色 是呀 对 挺明显的啊 不应该啊 这 你不要试试看啊 我这样真是想不到啊 你看 嗯 听不出考验啊 对啊 谢家的顾色技巧果然不凡 烈日暴晒三炷香的功夫 却丝毫未见腿败 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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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轮比试 苏谢两家大成平举 第三轮比试 是染色 题目为赤 五日之后见分晓 这个赤 要怎么展示呢 尼尔姐姐 快看 你看我画的画 你怎么弄得都湿了 快坐下我给你擦擦 以后下雨天 不要再出去乱跑了 会生病的 好 对了 尼尔姐姐 你快看我画的画 看 特别好看 你猜猜我画的是谁 我画画了好久呢 你快看 是不是特别漂亮 还有这张 还有这张 看 这个更好看 包子画得越发好了 真厉害 尼尔姐姐 你怎么了 爹他们 在为第三轮的笔试发愁 这都第三日了 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包子也没有办法 这赤 是人们最喜爱的颜色 因为它鲜艳 浓烈 又极小 赤有深有浅色 深浅不同 寓意也不同 可是要如何 让赤字 变得鲜明别致呢 还真是个难题 算了 跟你说你也不懂 你 你 快看啊 你 你叫我名字干吗 快看 你 快看 是你红啊 好美啊 你说那上面 会不会有人啊 我也好想上去玩 肯定很好玩 有了 好美啊 哥 哥 哥哥 霓儿 你又跑哪儿去了 我想到了 你想到什么了 我想到那块布 感染成什么样子了 哥 每每雨后出现彩虹 都会因为珍贵而令人欣喜 遇见它的人呢 也会视之为吉兆 哥 咱们何不以霓虹为题 染出一种七彩不亮 七彩如意 一夜极祥 创意虽好 但通常的染色技法 钥匙面料赏光 都会在上面加一些金箔银粉 但这种做法造价昂贵 并对寻常百姓承受得起的 那如果这种布料粗看之下平淡无奇 却能够在阳光的照射之下 显示出七彩之色 岂不是会更神奇有趣 你的这个想法 倒是和咱们家的祖传配方不谋而合 但这种配方原谅文贵 需要大量的工序提成故色 原力物力都煞费周折 毕竟咱们家的布料 还是以价廉使用为主 可是咱们这是比试啊 自然是越珍贵越稀有为好 哥 咱就用它吧 就算是用了 我们却赢得了这场比试 今后也难以汇集白信 这对于咱们家来说 却失去了意义 那既然昂贵的话 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 吃东西真的有用吗 试试呗 再说了 你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要是你能想出来 就有你的办法呗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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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 今天天气真好呀 爹 你 去 你 以珍珠磨成粉 也只能尽力一试了 公子 您看看我家郭郭 你不要 来一条吗 吃不得吃不得吃不得 您要来个娃娃吗 这个特别精致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娃娃 娃娃 您看看 这个我认识 这个是老虎 我认识 爹 哥 你们快点 快点 咱们呀 一定要比苏家先到会场 这样呢 才能显得我们 游刃有余 胸有成竹 一定要从气势上 把苏家压倒 你这小丫头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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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不见了 什么时候不见的 一大早 我还见包子在院子里 骑木马来着 后来 有伙计说 看到包子溜出府了 我已经叫人出去找了 可是没找到 那你们先去 我找到包子再来 你给我回来 这个时候还添乱 公子 来看看这小怪件吧 特别轻轻 好好玩啊 买一个吧 大吃的包子 卖包子嘞 来 谢谢 包子 客官 来 看看 刚出锅的 比我在家吃的还大 要不您尝一个 我们家的包子 这套街最有名了 好好吃 好吃吧 有肉的吗 有 这 这 这 你尝尝这个 好吃吧 好吃 客官 客官 两钱 什么两钱啊 这 你吃了我俩包子 你得给我两钱啊 我没有 你不能走啊你 抓我干什么 你这人怎么这样 这不明抢吗你 你 这个人 吃我包子 好漂亮 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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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 包 老板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呀 长得很高 梳着 包子 老板 刚才有没有一个家丁 来卖包子 没有 那你要几个包 不是不是 我在找一个人 穿着家丁的衣装 长得很高 那我没见见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家丁 长得很高 然后沾一个这样的头发 我没有 包子 来 景秀大会第三轮比试 现在开始 索老板 您先请 此乃纯正的皇家赤紫 除了色泽构正构红之外 还在染料里添加了金箔硬花 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此等布匹 适用于皇宫内的大型庆典 苏家的染色工艺果然非同凡响 此块布料实乃天宫师父 袁大人 您看看 本官在宫市局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纯正通透的染色寄划 苏老板 好工艺 谢袁大人夸奖 谢老板 您也就别等着了 快把你们家的宝贝亮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吧 遵命 这就是你们谢家拿出来笔试的布料 正是 谢老板 您家的这块布 还真是朴实无华呀 既然二位老板已经展示完毕 诸位大人可以开始投票了 高大人 草民尚未展示完毕 此种布料需披至身上方能展示 顾在下做了一件简易的披风 可否劳烦之事 起身为我示意 能否再请您转一下圈 对 这不真是 Games 这可真是 能否如此精美呀 好 好 好 在下从事染枕业已数十里 从未见过如此红粮 请问谢老板 这块红粮是如何染成的 不瞒诸位 这种染色技法 应该为我们谢家的独卖秘邦了 因造价极高 一直为能被投用 但前几日 受到我家小妹的一些启发 才做了成品处 此种技法能重见天日 还多亏了我家小妹 此种技法工序十分地复杂 我们日后也会加以改进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汇集百姓 不够谢了 你们似乎跑题了吧 此步虽然神奇 但是五颜六色的 和赤 有何关系啊 谢下的布虽好 但是偏离的主题 实乃可惜啊 高大人 谢某有话要讲 赤乃七色之首 在这块布皮里 我们将七色幻化为赤 又将赤延伸为七色 谢某认为 这是对赤最好的诠释 为此 我们将这种布皮命名为 幻彩罗 有力有力 确实有力啊 好一个幻彩罗 真的是巧夺天功 美轮美奋 谢老板 虽然说 你的染色技法高超 这块布皮 也算得上是上乘之作 但是就如苏老板所说 偏离了赤之主题 对不住 我们不能叛逆 你 本官宣布 此次锦绣大会 请吧 还未投票 怎能判定输赢 好 王爷 王爷 您醒了 王爷 来来 王爷 王爷 小陆 我怎么在这儿 发生了什么 您用火呀 我还想问您呢 您 您这些日您都去哪儿了 您没 没把我们都给急疯了 您 练了敷衍之后 您为了救我 就被马车撞下山崖 我以为 我以为我的被 再也见不到您了 王爷 幸亏这里的大夫 见过您的画像 我接到消息 入晚就给您接回来了 对了 我从山崖上摔下来 小陆 哎 竟然什么日子了 王爷 王爷 今日初一 初一了 今日是锦绣大会 终选的日子 我 我 王爷 这 这都什么日子了 您还惦记那个呀 您还是想想 您 您初一日子 您就今天是什么 王爷 王爷 你去哪儿啊 王爷 你去哪儿啊 您 你去哪儿啊 王爷 知道吗 王爷 你去哪儿啊 她 谢王爷 自从王爷失踪之日 下官便夜不能寐 着实担忧 近日见王爷平安归来 下官总算是放下心头之大石 如若王爷真有什么三长两短 一切由王爷定夺 叫下官如何自出啊 王爷安好 您先请上座吧 上座就不必了 如今料理正式要紧 王爷所言极是 下官正要宣布此次锦绣大会的胜出者 还未投选 就宣布胜出 王爷既然回来了 一切由王爷定夺 苏布染色技法纯熟 可算上品 谢王爷夸奖 而这谢布 则当得起惊艳二子 正如谢老板所说 事乃七色之首 此布以七色换一色 一色换七色 其巧思可谓是登峰造极 且谢家一直致力于降低布匹成本 虽是鄙视 但一心想要为百姓造福 着实不易 以本王之意 今日这一场比试 应由在场的全部官员投选 方显公平 诸位 意下如何 既然王爷亲自都办 我等照办便是 苏氏一票 一票 一票 苏氏两票 解氏两票 解氏三票 苏氏三票 谢氏 四票 苏氏 四票 谢氏 五票 苏氏 四票 本王宣布 谢氏筹布庄 摘得晋成贡商名号 赏金百了 择日进献换彩罗 并制成下衣 赠予西州使者 彰显我国力 草民遵命 宝 宝子 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你会不会饿着 会不会被人欺负你 我还会不会被人欺负 尽力 你不得了 我去哪儿了 子 二位大人 今日也太怨了 凭空调出来一个王爷 硬生生把我苏家的贡商名号给 还劳烦二位大人为小人做主啊 苏老板 你急什么急 没看见我跟袁大人 一直在力保你们苏家吗 是你们苏家自己不争气 可我 好了 纵使那谢家现在获得了贡商的名号 那日后还不是要跟宫市去打交道吗 那知他的法子多了去了 倒是苏老板 日后用得到您的地方 也多得很哪 那日后 草民就听候二位大人的差遣了 按惯例 三日后在宫市局将要设宴 款待此次参选的不伤 届时苏老板务必赏光 是是 在下遵命 那既然如此 苏老板不如明日来一趟公市局 到时候 这厂内外需要怎么布置 需要哪些物品 会跟苏老板 好好交代的 是 苏老板 苏老板 还不快去准备准备 那咱下 告辞吧 事情没办成 反倒让我掏银子替你们值班 官家的银子 全都进了你们的口袋 算你们狠 爹 公市局来了好几位大人 咱家成了贡商 这次可是光宗药组了 您慢用 爹 您可是在想 那位王爷的事情 早知道我们收留的 那个包子竟然是 早知道他是位王爷 当初应该想个 更周全的方式 不过他是自己跑的 也不是我们赶走的 但是这位王爷 却像是不认识我们一样 甚是奇怪 爹 您忘了啊 他来咱们家的时候 大夫说他头受了伤 试了心智 想必后来是自己醒过来的吧 其实不认得咱们也好 尼尔喜欢和他胡乱玩闹 到底也是不成体统的 那我们便顺其自然 此事就此作罢 不要多生是非 毕竟是位王爷 身份尊贵 要是知道自己曾经成了个傻子 不免难堪 还有 洛王殿下的事 不要告诉尼尔 这个丫头疯疯癫癫的 知道了 指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来 傅儿明白 夏老板 夏老板 恭喜恭喜 恭喜啊 恭喜二位 夏老板 如今夺得共商之位 这真是众望所归啊 过奖过奖 承蒙各位太爱 你我看 以谢老板的实力 大河圣人 不商行会 新人会整的 兄台所言极是 小纳苏家 霸占不商行会几十年 再其位不合其政 一心就想拉拢公事局 早就该下台了 不不不 谢某才书 实难成此众人 二位万不可再提此事 不提不提不提 里面请 好嘞 恭喜恭喜 恭喜谢老爷 门怎么关了 恭喜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当然是来盗货的 盗货什么呀 黄榜都贴出来了 你们家都成为共商了 真的呀 太好了 等一下 你是不是喜欢山茶花 我知道有个地方 叫迎春园 里面种了大小亭的山茶花 特别好看 真的呀 真的啊 不过昨日我去 现在还未开园 但也无妨 十日之后 那里会举办签勾会 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去 怎么样 签勾会 特别热闹 那 那说定了 十日之后 我在这里等你 不见不散 好 那到时候见吧 还让开我先回家 不见不散 下官定当全力去办 还请王爷放心 那就有劳袁大人 再来 请王爷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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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那边 您进去 大师 君子 您的小声 让您到 您的小声 您您会 您的小声 您能够同心 您的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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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 您的小声 您可以 您可以 在花样和染色工艺上 也会再多下功夫 谢老板 宫市局的意思呢 既然作为国理 是否当与 平日市寿的这些不匹区分开来 方显尊贵呢 谢老板不必在意 幻彩罗 色彩鲜艳 质地上成 就算是作为国理相赠 也是极好的